其實也有很多人都知道 譬如說你已經開始有一個經理人 梁淑儀小姐做了關政的經理人 另外也質問有一段時間 你原本在建築方面的工作又停了 現在又怎樣 你交代這些故事好嗎 報章上有很多 其實第一就是因為經濟環境的關係 令到你以前從那間公司那裡是被人炒肉魚的 令到現在情況又怎樣 哦 我好像說過很多次 發生在何時之前的事 都沒有多久 就 談了畢竟大家都知道 行行都是不好的 我們這行都一樣 就是不好 那很多人都停止了發展 那既然停止了發展 我們做的就是收職費的 譬如你的工程是多少錢 就有一個 學會定了有一個 percentage 就是多少呢 就是職費來的 既然那些人都不起屋 就沒有職費收了 如果沒有職費收了 那些公司呢 就變成了 既然都沒有錢收了 你怎樣可以養那些伙計呢 嗯嗯 我想是去年 是不是去年年尾 差不多 開始呢 就有些 公司 要裁員 有些之前 我想 報紙也有賣的 嗯嗯 有些直接斷幾十人 幾十人這樣裁 就是要裁都害怕的 就是那些在那些公司裏面做的那些人呢 就是聽那些朋友說的那樣 就是那些傳回來的那些 就是沒有心裡做的那些人 什麼時候輪到自己呢 就是這樣 那就 講得比較 就是牙櫻一點 就是譬如說 地下鐵這樣來講 地下鐵應該是很溫層的一樣東西來講 那他都直接把兩個部門解散了 就是你想想 就是一個這麼 這麼大的壓力機構 都會要搞成這樣 就是你想想那些比較小的公司 怎樣捱呢 就是實際上 所要解釋的一點就是 在那個建築行業方面來講 而且它在早幾年發展得太快 那這一兩年的經濟 畢竟就變了 影響你們的行業很大 那這個是大位的事情 已經無可避免了 那就先幾個星期 是吧 我們的會長 好像新聞報告的時間 他就提過 他說在我們這個行業 幾乎 除了政府的部門的建築那些人之外 不是政府 就是非政府 例如在私人機構裏面做的那些建築師 全部減了身的 全部減了 無一幸免 無一幸免 那就最普遍估計應該全部減了 大概二十個巴仙 那就有幾個巴仙人 根本是沒有事做了 就是沒有得做 沒有事給你做 其實如果這個環境這麼惡劣 就是 為什麼你一定要堅持 你要做回這個行業呢 因為在最近 我知道你自己 是另外 始終都不肯放棄 又跟朋友又再搞 那麼 為什麼你不肯是去全職去做一個 如果現在你現成的 又發展得很好的歌唱行業呢 你未必一定要唱歌 或者是兼語唱歌 甚至你可以將自己 更加是將它變成職業化 譬如說 舉例 你可以由唱片監製 甚至是錄音室 演唱會 娛樂時期方面 因為這個已經是一個現成的那條路 為什麼你沒有想過 是多花時間這方面 發展 既然那個 現在不是說要去走位 而是說 那個形勢既然是這樣的 而且那方面這麼難做 為什麼你仍然要堅持 要做回你一路以來做開的 建築行業呢 或者那方面呢 做這件事是很久的了 不是現在 因為現在的環境不好 所以更加多人 就是這樣的 我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過場界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根本 完全沒有想過 是會有什麼大發展的 即是初時真的怎麼想 譬如說 在幾年前 最初的時候 最多不是唱廣告歌 耐不耐有些 電視劇集那些 主題曲話那些 那時候那個市場 並不是說 譬如說兩三年前 那種這樣的形勢 那時候是很靜靜的 很靜靜的 我一路都不當它是 是什麼 我那時候自己 一路以來做的 我自己是因為受過專業訓練的 那我就 根本不會考慮 在這方面擺太多的 就是太重的精神 到現在都仍然是 就是我 直到最近 就是 說經濟不好 那一陣子 那我差不多可以說 百分之九十的精神 都仍然都是在 建築方面的 嗯嗯 那可能慣了 就是 我覺得 如果你叫我突然間 這樣轉 我都不知道做什麼 我還難適應 嗯嗯 但是譬如說 就是你找梁淑儀做的經理人 是不是意味了 有少許的東西準備 希望會有改變 又不是 是啊 因為我一路以來 都應該是有經理人的 哈哈哈哈 那我一向都沒有的 那就自己覺得 很難搞 有很多事情 又不懂得搞 那些這樣的事情 嗯嗯 就去年 做完那個 音樂會之後 呢 因為我們是 很久的朋友 真的很 真的很久 十幾十幾年 我認識了很久 那 他 說開既然他可以 做得到 那我就最好 就是 最好 你和我 安排那些事情 更好 我比較 我更加 不用分心 嗯嗯 就是我不用分心去搞那些事情 更好 尤其譬如現在 這麼 世界艱難的時候 已經 已經 這麼艱難了 你還要分心 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 有這樣的決定 你剛才你說 做其他事情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 都跟建築有關 會不會都覺得是一個可惜 自己不可以再繼續 你的工作 Marco你會不會覺得呢 譬如說 Michael始終都是大學 還說阿劍 他來了 五中途一位 不是喔我都還有關的 都是關那樣東西 是嗎 即是說你都仍然會 放那樣東西 是很前線 不是仍然會 我根本一直都是放在前線 那為什麼有一輪人說 你是沒有做呢 不知道 其實一直都有做的 不過不讓人知道 不是以前那間公司做的 不是以前那間公司做的 一直都有做的 你知道 其實根本我們不應該說 那些事情 因為我們 怎麼說呢 我們入了會 就不應該說這些事情 所以其實 不說好了 就好像醫生 有些專業方面的東西 好那我們也不要說那麽多 但是一直都有工作 在你自己建築方面 因為始終是你自己的學問所長 一直去 不過會不會都是現在 起碼是人的感覺 我覺得 譬如說 我現在不要說那麽多 那些人都覺得 現在你對歌唱那樣東西 是職業化地去看了很多 跟以前 當然會是 因為譬如我 都叫做是做了那麽多年 那麽變了很多東西的認識 是深入了 還有覺得很多東西 自己是 或者可以做得到的 當然是盡量可以 想做好些 現在 普遍來說 一般 聽歌人的要求 根本是 就是越整理越高 那麽譬如說 如果你 還停留在 比如說 十年八年前 那麽的態度 就應該是不對的了 應該起碼是 真的自己 無論如何都要 用力去做 才行 嗯